富士康一席发生冠军跳楼的事件 今晚还有第十三个月是挂七万阻散 六甲团队认为说这一年传的阻散 都是因为官吏出现问题是上山山台人 早期很多六甲团队到头上红海中部寡兵 为了富士康阻散的港人去行对点一声 现象八会对苏富士康阻散的六甲 台湾的六甲团队会在红海门口基板对苏会 不需要一分钱也要求贵台人公布富士康的劳动条件 请把他们的劳动条件摊在阳光下 请把他们升坦利润 他们如何不合理的这种管理制度 让全世界人都一清二楚 而不要说年轻人抗压性不足 因为六甲团队批评富士康做一个国际第一帧的台湾团 为了后路在新三山上头 每七秒钟就要完成一个动作 当然每天要做十二点钟 这期的期间不能说话 每个月加班一点钟 加班更多也买不起自己生産的産品 六甲团队认为这就是生産三台人 宣传线杀人 宣传线杀人 是日本家长命 是日本家长命 那个iPhone这些呢 那甚至于像各个世界的这些大厂呢 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 甚至于像三星啦Nokia的这些大厂呢 能够回归以及重视到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六甲团队认为上台的冲销也有副资金 因为这些国家企业三品 不应该是用甘人的生命换来 用对手的方式就是希望各人可以注意这个问题 也希望富士康的甘人 不能再用阻塞来抗击 要勇敢站出来说出真相 记者 コインとチャーキブン 大幅報道 或者加热闹